大家好,主播侃侃有余在节目开始之前和您确认,是否已订阅本频道,且打开小铃铛。 这样有任何新内容发表时,就可优先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 在台积电股价开年创下历史新高后,研究分析师正争相上调该股目标价,凸显出市场对这家晶片巨头的持续看涨情绪。 今年年初以来,包括高盛集团与麦格里集团在内的至少6家券商,均上调了这只台湾上市股票的目标价。 摩根大通在1月上旬发表的一份报告中,将台积电目标价上调24%至新台币2100元,上调依据是看好公司营收的强劲增长以及盈利能力的持续改善。 作为全球人工智慧热潮的核心推动力量之一,台积电在投资者的持续追捧下,股价过去三年累计涨幅超过两倍。 2026年开年至今,该股涨幅已达8%,其股价的持续走高,推动台湾加权指数多次刷新历史峰值,而台积电在该指数中的权重占比接近45%。 摩根大通分析师哥库尔·哈里·哈兰在研报中写道,凭借先进晶片制造技术需求的不断扩张以及产品定价的提升,他们预计,2026年台积电将再度迎来业绩高速增长之年,保利率也有望进一步上行。 台积电1月中旬公布去年四季度业绩。 彭博社调查的分析师普遍预计,公司当即营收同比增幅将达18%,营业利润率将攀升至超50%的三年高点。 在连续四个交易日上涨,市值触及1.4兆美元的历史峰值后,台积电股价随后出现回调,盘中最大跌幅达2.4%。 近日,特斯拉执行长马斯克表示,台积电对晶片产能过剩的担忧是对的。 他预测,AI行业的限制因素将从晶片制造转向把晶片开启运行,这一转变的核心瓶颈在于电力供应、变压器配置和冷却系统部署。 关于马斯克认同台积电对晶片产能过剩的担忧,他指出,AI发展的核心瓶颈正在从晶片制造转向晶片启动能力,及电力、变压器与冷却系统的部署进度。 目前,这些基础设施的线性扩张速度,已严重落后于晶片产能的指数级增长。 1月上旬,马斯克与晶片大学执行主席彼得迪亚曼迪斯、Peter Diamandis和Link Ventures创办人戴维布伦丁David Lunding开展了一场关于AI未来的深度对话。 他指出,当前晶片产能正呈指数级增长,而支撑其运行的能源基础设施却只能线性扩张。 当两条曲线交叉时,大量高效能AI晶片将因缺乏配套的电力转换设备和冷却系统而无法投入使用。 这一判断直至当前AI基础设施建设被严重低估的问题。 对于投资者而言,这意味着AI算力竞赛的焦点正在从晶片采购转向能源基础设施建设能力。 在此背景之下,电力成为AI部署的速率限制。 在对话中,马斯克进一步揭示了AI基础设施中电力瓶颈的具体形态。 他强调,不属AI晶片绝非将GPU运滴发电厂那么简单, 而是需要同步解决几瓦机供电、高压电转换及高效散热系统三大核心问题。 马斯克特别指出,整个资料中心行业正经历从风冷到夜冷的关键转型, 并警告这一过程蕴含巨大风险。 他称,这对资料中心来说是一次根本性转变,它们长期依赖风冷。 一旦夜冷管道发生破裂,比如在资料中心里爆裂一根水管, 就可能导致价值10亿美元的损失。 他以XAI在孟菲斯的巨像二号专案为例,说明实际挑战, 尽管专案选址近临多条300千伏高压线路, 但完成接入,仍需耗时约一年。 未敢在2025年1月中旬前实现一级瓦训练机群上线, 团队不得不临时组合多台10-50MW不等的燃气轮机, 作为过渡电源,并借助大量Megapack电池组进行电力调频。 当被问及是否认同台积电对产能过剩的担忧时, 马斯克给出了肯定的答复,其虽不确定它们的理由,但结论是对的。 他指出,晶片产能与电力供应的曲线交叉, 关键在于辨识每个时期的限制性因素, 并预测约9-12个月后的2026年第三季度, 核心瓶颈将从晶片制造转向使晶片运行起来的能力。 这一判断,源于两条发展轨迹的错位, AI晶片产能正以指数级速度扩张, 而支撑其运行的电力基础设施却仅能线性增长。 马斯克强调,若晶片产出呈指数增长, 而电力供应只能缓慢线性提升, 两条曲线必将交汇。 这意味着晶片的制造速度可能远超其实际可被部署并通电运行的速度。 对此,戴维·布伦丁提出不同观点, 认为即便台积电将GPU产量从2000万片提升至4000万片, 市场仍将设法解决供电问题。 但马斯克坚持, 任何电力转换环节或冷却系统的缺失都会导致晶片无法被真正启用, 从而从根本上抑制实际需求与采购行为。 不过眼下,消息员周肯零五援引摩根大通JPM报告指出, 台积电2奈米,工艺流片数量达到3奈米, 同期的1.5倍,并有望凭借2奈米, 工艺拿下全球AI加速器市场超过95%的份额。 这里的流片Takeout是指晶片设计完成后, 将设计图纸交付给制造工厂, 也就是晶圆厂生产出第一批样品的过程。 就像是建筑图纸画好了, 交给施工队开始打地基事件。 流片数量多, 代表研发这款工艺晶片的公司多, 市场需求旺盛。 产能的扩张将迅速转化为营收的爆发。 分析数据显示, 得益于AI领域的飞速增长, 台积电2奈米工艺产生的营收, 预计将在2026年第三季度超越3奈米和5奈米工艺的营收总和。 作为台积电的最大客户, 苹果再次展现了其供应链控制力。 据报道, 苹果已成功锁定台积电2奈米工艺超过50%的首批产能。 这批晶圆将主要用于生产, 搭载于iPhone18系列的A20和A20 Pro晶片, 以及未来OLED版MacBook Pro所需的M6晶片。 总体而言, 摩根大通报告指出, 台积电为应对由AI浪潮引发的晶片机壳, 以制定激进的生产目标, 计划至2026年底, 2奈米工艺的晶圆月产能将达到惊人的14万片。 这意味着高效能运算领域将继续高度依赖台积电的先进支撑。 那么本期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你的观看, 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 侃侃而谈, 扩论有余。 最后请点赞、订阅。 这对侃侃有余是极大的鼓励。 谢谢。